这里层是W亚洲旗舰苏美岛W酒店 对于这个品牌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不陌生 可能与你也有很多的故事在 苏美岛这家也是全别墅型的W酒店 也就是说最基础的房间也要160平方起 而且每一间房都配有一个私人泳池 左进酒店感觉真的像左进了夜店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酒店的下沉水井酒吧 这个酒吧真的红了好多年 今天我录住的是一间绿洲别墅 酒店内部还有一个特色 在去房间的每一条路上都有一个甜品屋 甜品屋无限量免费供应饮料和雪糕 梦容20块钱那我吃150个房费是不是回本了 别墅的房间是纵身式的布局 路湖门厅的左边是许数间 而右边则是客厅和卧室 作为曾经的亚洲旗舰店 这家W的房间也是异常出色 除了融入多种颜色以外 也配着了高品质的用品 比如W的沙滩包和拖鞋 又或者酒吧台的酒柜 每家W标配的调酒器 一开始不知道这谁穿的浴袍 后来发现玩花火还是得W 酒店的洗户呢 由以前的比利斯换成了现在的木木 最主要的个别房间还配有马尔士牙膏 马尔士牙膏我记得只在保格丽斯基 加培勒等一些小众奢华酒店中见过 像牙膏这种消耗品 可以多问他要几只带走 毕竟这是马尔士 我个人也喜欢使用这个品牌很多年了 这次房间里配的是绿色经典薄荷味 适合大部分人口味 我可能比较特殊 喜欢这款巨黄色生姜薄荷味的 暖暖的姜茶 带点淡淡的薄荷味 但是很舒缓 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 用完之后嘴里冰冰凉凉 很舒服 所以我每次出门 不管去哪都喜欢带一只 好的产品提升的是内在感受 就像这些酒店一样 住一次让你念念不忘 这大概就是气味相投吧 除了优质的摄氏以外 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庭院 我还在庭院内找到了个秘密基地 这足以看出W的别墅是真的大 酒店内还有一处私人沙滩 经常会有人在这里求婚 布置烛光晚餐 这家W的早餐也异常丰富 爱睡俩觉的你一定不要错过 全球总共有6家W度假酒店 那么你住过哪几家